到底要怎么样来均援台湾啊 还有当然还有包括乌克兰 那么现在呢 美国的国会动起来 不过我要请教严老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我们已经看到 美国的参议院 他们因为2月4号已经公布了 要包括 这个晶圆 是1180亿美元追加预算案版本 包括对以色列 包括对乌克兰 还有包括对台湾 所以是整个包裹在一块的 那么参议院当然是提出了 这样的一个法案公布出来了 不过呢 现在我们看到 众议院的态度是什么呢 众议院他们现在呢 是说是要对以色列 打吉哈马斯提供新的军事援助 这个没错 可是呢 说法案不含军援乌克兰跟台湾 那白宫当然是非常的反对 因为白宫是希望能够 把它包裹在一起 所以到底会如何呢 你看路透社其实也有关注 所以也报道说 参议院对印太盟友提供48.3亿美元 是要因应台海可能爆发的武力冲突 那说怎么办呢 现在呢 参众两院看起来不同调 所以我请教一下严老师 会怎么样的发展 通常在美国 如果参众医院不同调 但是还是通过的话 他们要找一个联系会议 然后来把这个就是差异性 把它就是变成一致嘛 但这个是众议院没有通过 没有通过是代表什么 代表众议院的这个议员很敏感 知道川普是不支持这些的 因为你知道川普跟这个纳唐亚胡是好朋友 所以以色列绝对支持 可是川普你看他跟普丁也很好 所以他不太想支持乌克兰 那他对台湾也不想表态 所以共和党已经秀出来 就是说按照川普的意思 他其实只有对以色列支持是有兴趣的 所以这个就看得出来什么 就是我们台湾跟乌克兰 在美国这个朋友圈里头 我们是在外圈的 以色列是在内圈的 可能乌克兰在我们 比我们又禁区一圈 我们在外面 那但是我觉得参议院还是可以再修改 再通过一个新的法 新的这个军购的 就是法案援助的 然后看看是不是能够满足众议院的需求 就是在不同的 用不同的版本 然后在不同地方修改一些 看能不能说服众议院 但我觉得现在因为你知道一月底 其实在美国是第一次发生 已经大概共和党 已经初选已经结束了 虽然还没到什么超级星期二 三月份都还没到 通常要比较晚一点 那既然大概川普就是会赢 我觉得众议院 那个议员 因为他们都是小选区 最敏感 知道该怎么样配合川普的意思 所以意思就是说 川普如果仍然还是这个意思的话 大概就会这样 就会这样 那换句话说 恐怕参议院要去修改 要改的是参议院 要让的也是参议院 对 但是很难 才能够达成共识 对 但杨老师说 那不容易 好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是不是要用说 有有有 我们还是有在支持台湾 这样就可以交代完毕呢 比方说这个 请教一下董哥 那您看 现在呢 美国的国防部赶快说了 雷神飞弹系统公司 已经签了价值大约台币 21.4亿的合约 要生产交付50枚飞弹 给台湾 50枚飞弹给台湾 我请教一下董哥 这个50枚飞弹 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是对付谁 那台湾的话 难道是对付解放军了吗 然后再来 那现在说50枚飞弹 要生产了 但是到底什么时候 交付能够如期的交付吗 而这雷神不才 之前遭到大陆方面的制裁吗 请教董哥 因为我们知道他对于台湾 跟他采购了 他就拖拖拉拉 后来包括赖清德 包括蔡英文他们去美国 都有跟他们的国会议员 提到这一部分 那我们的海军 因为国人也觉得说 为什么5G都不交 海军跟他抗议了11次 后来又写了两封信 他们也自自不理 可是在美国他就 很多蔡英文 你既然表示有台 那我们跟你买东西 钱你都拿了 为什么5G没有到 那这个在美国社会上 他有形成一个压力 那这一次签业 这个是国防部跟雷神签的 不是和台湾没有关系 他只是说生产了 要给台湾来用 那这个用 他的意思在哪里 因为这个用是F-16 我们跟美国买的战机 我们现在跟美国买战机 我们现在用的这些战机 现在因为要提升性能 已经加了很多装备了 是说要升级 升级就像我们手机后的电脑要升级 你买的那个已经 因为我们这个买的已经三十年了 这个老布希时代买的 那这一批就把它升级 升级我们又买了66架 这66架大概将近两千四百亿 那我们取的这个名字叫做 奉转专案 这一批如果全部来的话 大概全世界除了美国之外 我们是用F-16最多的一个国家 所以蔡英文政府也很得意 哇很了不起 这批本来有两架 去年年初就应该到了 但是现在这个的话也是啊 那如果说到时候 他不如期的交付 或者是说 可能乌克兰需要 就像之前 乌克兰需要 就把给我们的拿去给乌克兰 所以你讲到的就是关键 就是关键 我先讲嘛 那我先讲 什么时候要生产不知道 因为这个飞弹 它是一个空对地的 滑翔飞弹 那它是靠卫星定位的 那是等于说给F-16V来使用 那虽然讲的好像 也很厉害也很怎么样 可是有更需要的战场要的时候怎么办 美国像我们产跟美国买的英式飞弹 其实已经去年就该全部丢掉了 美国说不要丢掉 哪个来给我 我哪去给乌克兰 那我们本来销毁了几颗 后来想说美国要帮我们那个好好通通给你 做了一个人情 这个叫英式飞弹老英的英 那可以看到 其实美国现在也很为难 就是说 有两个战场都需要它那个 那现在如果台湾这个战场 真的开的话 那是不得了 因为你没有办法左右兼顾嘛 所以它现在很多东西就先喊 那喊现在当然因为有帮很多人对它没信心 尤其我们台湾对它很多没信心 以美论 你拿了钱 武器不交互还每天在讲大话 所以当然要先喊一喊 先喊一喊 这个反正这个钱现在讲给台湾 将来真的生产出来 也不一定给台湾 何况什么时候生产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对 因为它的飞机都没来啊 飞机七年要给两架没来 骗我们 我不能讲骗 就是说 他说我们要延后 延后到什么时候 今年七月到九月等我们会给你 因为时间还没到 我不能骂他 但是你其实是延后了 跟你那时候承诺不一样 然后这批飞机说 我们2012年 我们前面会交机 我也不相信 但是只能等 所以都说会给 但只是一直在延迟 所以当军机不来的时候 那军机要用飞弹 什么时候来 那是不是也就没有那个急迫性了 真的我们还在等 还在看 但说实在话 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攸关于美国 领导人他怎么来决定 现在执政的 没有错 是民主党的拜登 可是有人就在问 那如果在11月 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换上是川普 又重新回到白宫 怎么办呢 那如今我们看看 川普现在讲了很多话呀 首先第一句 我要请教一下严老师 你看川普说什么 川普就说 他是2月4号 接受Fox News的专法 他说如果11月当选 要再度对大陆征收关税 关税可能超过60% 我记得他在之前竞选期间的时候 他其实就已经在讲 一定要对大陆要克关税 然后现在呢 专访是2月4号 他又再讲一遍 看来是铁了心 要这么做了是吗 贸易战不就是他兴起的吗 那如果呢 接下来回归白宫 我觉得当然他可能还是会 我觉得这是有一点 明粹式的语言 就是因为川普开头第一次 他在征关税的时候 他没搞清楚 他以为关税是大陆人在缴 他不知道是美国的消费者 进口商在缴 所以他没有搞清楚 只会让美国的消费者 要买更贵的 这种便宜一点的 这个日常用品 对不对 这个是川普没有搞清楚 但是呢 第二点就是川普现在讲 可是你知道川普 按照美国的宪法 他再选第二任 隔了四年 他不能再选下一任 他就只有这一任 如果只有这一任 他不需要竞选年任 我觉得他的个人利益 超过党的利益 超过国家的利益 所以假使今天大陆 给他一些好处 随便举个例子 上海的外滩 给他盖一个Trump Tower 那搞不好他就不争了 所以我很怀疑川普会那么做 因为他所有的政策 都是有交易性 那他就是说川普是一个 Transactional President 就是什么事情都是谈交易的 那如果对他有利的交易来 他讲的政策不一定会落实的 是 所以现在呢 当然他的话也许听听就好了 怎么样有利于选情 那种话他就当然要说 如果要抗中 比较有选票 那他当然就赶快把这些话 大声说 重复的说 而且要说的比拜登更用力 这样他才有机会重回白宫啊 但是来看看宇轩 现在呢 那如果说他真的很懂得 要跟北京做利益交换的话 那是不是要用台湾来交换 川普不愿意透露说 如果大陆要入侵台湾 他是否会介入 说这样会危及他与中国的谈判能力 而且呢 他之前其实就是大家就在问嘛 美国到底会不会出兵 要保护台湾吗 他说这个我不会讲 因为呢 还要跟什么 还要跟大陆要去谈 要谈什么 就用台湾来交换吗 宇轩 比起拜登 川普算是另外一个极端 因为拜登 大家可以知道 他现在很清楚 也就是说 他是主张一个合中路线 但合中路线 其实拜登先前曾经提过 一件事是什么 他对于台湾出病这件事情 是从战略模糊走向 相对战略清晰 就是他讲的话语上来讲 是比较清楚 但反观川普 川普一直以来最为主张的是 消费台湾 把台湾当中利用筹码 对不对 他当然希望台海之间两岸兵凶战 但是他口头上 你仔细听 他从来没有允诺承诺过说 未来台湾发生台海危机的时候 美方会出兵 为什么 因为他主张一件事情 美国利益至上 他向来都是美国利益优先 所以你看所有川普的言论 他希望什么 台湾当个斗鸡一样 你给他扔 最好是怎么样 跟大陆之间起冲突 越激烈越烈越好 但是美方绝对不会 把自己的利益 甚至把自己的风险承诺 套在你台湾身上 这川普一向主张 但现在真正回归到的问题点是什么 问题点是刚才预先讲一个重点 11月美国就要大选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说 台湾的选举如此至关重要 因为台湾的选举 他会一路的影响到美国的选情 包括你看到当赖清德当选的时候 拜登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不支持台独 这是他对于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的评价 他完全没有评论赖清德 他只是跟他讲 我不支持台独 所以显然他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好的讯号吗 当赖清德当选之后可以预料到的是 台海之间的兵凶战围跟紧张 风雨势必会拉高 拉高影响到美国本土政治的国内 对来讲谁有利 川普有利啊 川普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至上 最好是越闹越好 把美国国内而且闹 你要有个标的 这个标的会是谁 当然会是中国大陆嘛 当然会是台湾嘛 所以他当然想要借由赖清德这个锚点 极力的去把两岸之间的氛围越激化越好 而这件事情是不是赖清德能够去掌握的 反而不是 他反而是说整个主导权变成是中美两强 有没有那个智慧去抵抗 所以你可以仔细观察到的是 当拜登极力去遏制 这样子的一个事态恶化的发展的时候 川普反而是站在对立面 极力想要让这个事态继续恶化 那你说这两个人 难道有一个人是真心为了台湾好吧 其实也不是 对于他们而言 这只是国内选举上的操作而已 所以我觉得台湾反而必须要好好思考清楚 今天不管是拜登 不管是川普 任何一个人他的发言 他代表的都是什么 代表是他个人 代表是美国的利益 而基于台湾 我们本来就要本于自己的立场 本于自己的主体性 好好的冷静去判断 而不是随之起舞 如同过去蔡政府时期 一昧的亲美 那最后只会让自己 随便被人家卖掉而已 好来 那现在看看 美国其实呢 他还有一个工具人 那就是日本 是不是这样子 好来我们看看 那现在呢 根据日本的媒体的报道 说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有透露 日本跟美国 一要开始了一个电脑模拟演习 很罕见的是 第一次把中国列为假想敌 那设想台湾出现紧急情况的运队 那预计这个演习呢 会一直持续到8号 日本的防卫省还按照日本保密法 把这个情况列入为特定机密 这反映出一种更加强烈的紧迫感 我们知道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 还说这个演习 没有设想特定国家或地区 那怎么会这个媒体却是报道说 是首度将中国列入为假想敌了呢 董哥先请教您 当然是把中国列为假想敌 不要用泪水 其实很清楚 日本的自卫队 他其实从 他们自己主动发布新闻 他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 中国大陆的那些船舰 都在钓鱼台附近 会欺赶日本的那个 他们自己主动发布 那好像表示说自己不寻常 其实也不是 其实从来就是这样的态度 可是这一次 美国跟日本会有这个活动 其实美国最近跟菲律宾 或者前阵子 跟那个澳洲或什么 大家都有可以看到各样各式的 他在这一些地域的一些活动 那这一次会让人家觉得说 比较好像说现在又把第一岛链 这些人都把它拉回来 要来做一些 尤其对菲律宾的动作很大 那菲律宾最近跟中国大陆的 一些冲突或怎么样 在国际媒体的那个发布的 那个数量也比较多啦 包括他这两天又去送早餐了 又去那个地方送早餐了 那中国大陆也是前程监视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好像唯恐每个地方 没有一些新闻出来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台湾自己要看好 就是我们自己的自己的角色啦 因为很多日本现在是说 日本有事就台湾有事 这是大家最喜欢引用安倍过去讲的话 台湾有事也是日本有事 就反正大家都有事啦 合在一块这种感觉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不是完全不是这样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 他并没有说主动我要去对怎么样 中国大陆会大家认为说 他有威胁是因为美国和他这些国家 到处在韩 他他并没有说我去侵略谁的那个 那他跟俄罗斯不一样 跟以色列都不一样 他只有被挑衅 他才有可能一个被动的 这这其实是很清楚 他自己也讲很多次 所以不管王毅跟布林肯谈了多少 跟苏利文谈了多少次 其实讲到的部分 都是这部分就是重重之重 你们不要认为说 我们对台湾这一块 我们会放松 我们只有这一块不退让 其他都好讲 意思就是这样 那你美国要一直来搞这一块的话 最后伤害是你们自己 所以一直要搞日本的话 那倒霉的是日本 是最后一定是日本嘛 那还模拟演习什么 又特别强调是中国假想敌 现在又如何 就是被我点名了 韩国日本台湾 或者威力边 如果真的有什么冲突 你们要打头阵打头阵 帮我消耗中国大陆的实力 就好像乌克兰 你要去消耗俄国人的实力 他现在用的就是只有这一套 那这一套的话 你对这些国家 对我们来讲 尤其台湾 我们不必要 我们为什么要去 帮美国人打仗呢 是不是最后结果是这样嘛 那当然美国也很多人觉得说 如果他有一个这样的氛围 对他们选举可能比较有用 所以他们要表示说 我对习近平是很强硬的 川普也是很难 可是刚刚杨老师讲很清楚嘛 他就是一个生意人 他现在喊了让 哇大家就觉得 川普要怎么样投他 等投了以后 你就被卖掉了啦 日本真的好感谢肯定 而且就连安倍的母亲过世了 蔡赖两人都要立刻的 第一时间抢先发推特 同声哀悼 怎么看 民政党政府向来都是对外界的事情比较关心 国内事情可能他过一个月之后 他们才会发布相关的推文 然后还是半推半就 这第一件事情 再第二件事情 蔡英文跟赖清德本身 为什么要对于安倍如此礼遇 你要了解背后的脉络 因为安倍是在日本所有派系里面 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亲台派 而且安倍派最近还发生一个闹剧 就是说因为陷入所谓的政治现金风暴 已经解散了 所以等于是这个动作叫做雪中送炭 也表达说我们台湾对于日方 还是希望所谓你们亲台拜 作为你们的弹书 作为你们的背书 作为你们的靠山 表达支持 因为现在日本当然它掀起很多风波 就是说亲台是一个主流路线 没有错 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的贸易纯度 又想要去仰赖 他们希望能够与中国做生意 所以在这个前提状况之下 你会不会再与蔡政府以及过去的民政党政府如此亲近 他打上一个问号 否则你看除了说蔡英文揭露说MHK过去 找说找这个安倍洋子来我们这边听音乐会 他还有一件事情赖新德那时候也有去到日本 那时候去哪里 就去安倍家 甚至他包括透过所谓的李退支 他有好几个人在当中穿梭 所以他们是维持十年二十年 长期以来的一个政治脉络跟一个政治关系 而所谓的安倍洋子观众朋友有些人熟悉有些人可能不熟悉 他日本呢除了说他是安倍晋三的猫之外 他有个特色就是他叫政坛教母 就是说包括到现在的山林的一些工业 以及一些他们里面的一些议员啊 包括安倍啊 其实整个他们家在日本的政坛政治生态来讲是非常长青的 所以说一个长青素 但过去曾经闹出一件事情 那是什么事情 就是说你今天觉得说这个推文很夸张 在二零一九年那个时候 我们台湾知道故宫国宝 那时候故宫国宝曾经直接送到日本的东京博物馆去 那时候引发很大的争议 为什么 因为这国宝是颜真卿的嘛 讲说有三大型书 他是属于第二大 那这个颜真卿的这个故宫国宝呢 就是既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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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 这既职稿你知道有多重要吗 因为他对他增职再来一件事情 他已经一千多年 唐代的东西 那你知道日本人最有兴趣 唐代那个文化跟日本是有高度交流 安倍养子那时候还就是跑到博物馆去 所以他想看就给他看啊 所以就想说难不成是特别去送去给这个安倍养子看的 当然会有这种讲法嘛 否则你说这么国宝 为什么我说他基本上是不太会移动的 而当时包括中国大陆抗议非常严重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平均每次展览只能四十二天 他那个东西不能太过度照在灯光下 或者说你去曝晒 每一次展览对他的增机来讲都是一种伤害 甚至你知道他休息要休息多久啊 三年 所以你说你看哦 这种情况之下 你把这个增机然后运送到日本去 过程中的颠簸就会造成损害 然后还展览了四十二天 然后呢 如果让安倍养子看一看 然后呢 之后得要休养三年 所以各位你就懂了嘛 就对于赖金德 或对于蔡英文来讲 安倍家族自于安倍养子 他有高度的重要性 但是我不禁想问 当日本现在对于台湾的态度 对中国对于大陆的态度 保持一个存印的时候 我们过去曾经释出这样的善意 而如今再度释出这样的善意 但这样的善意对于台湾 究竟是好还是坏 否则你会不会如同当年的 我们讲的展览风波一样 只是在不断刺激对岸 那这个自治与台湾发展 是不是福气 打三个问号 严老师 所以民进党的真心 到底换来了台湾的什么吗 我正在 今天我还录一个 我们国关中心的一个节目 谈到这个议题 就类似这个议题 就讲到说 今天美国的一个重量级的参议员 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 西维基尼亚州那个曼清 他现在这一次不选了 可是很有可能会独立参选总统 所以我们就在谈 他的两岸 就台湾的这个看法是什么 他说 他说除了美国之外 他说 没有听说还有哪一个国家 把力挺台湾或投力兵力 当作他们的国家利益 他就是要知道 他说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至少欧盟是站在美国这一边 那也提供了很多 那到底如果今天台湾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 因为一旦发生冲突 特别是如果美国介入 那就是跟大陆是直接冲突 那你就有一个叫做 我们叫做集体防御 那其他国家都要打 就好像当初这个宾拉登 阿富汗北约全部都进去 一样 那日本韩国会进去吗 他说我好像没有听说这是他们 认为这是他们的国家利益 他觉得不可能 他觉得不可能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我们台湾也要问 我们每次都在想什么 都在想说 美国可能军人会来 可是美国军人来就表示说 他一定会跟大陆有直接的冲突 那日本韩国也应该要出兵的 那我们现在从来没有听说 日本说我们关心 可是你有没有听过日本要出兵 你有没有听过韩国要出兵 好像没有嘛 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 要比较现实的去考量 就是说到底我们现在得到的 这些精神上的支持 可不可以转化成为实质 军事上的援助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号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艺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